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定出来说 2008年跟2009年 他们的一个销售情形 那我们呢 通常我们来思考这件问题 就是说继续追踪哦 这边是不是有2009年 然后我们去思考一下 会不会是我们的那个客户别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些那个产业 产业别 会不会是我们产业别去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呢 我们例如说勾这个产业别 然后去把产业别 例如说放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主要是要分析2008年跟2009年 它的一个模型 模型来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变化好像是这三个 这三个之间产生了一个变化 会懂得分析吗 就是我们可能先进一步的思考一下说 那在2008年我们这几个产业别 服务业是怎么样表现的 金融业是怎么样表现的 那我们都会发现这个蓝色啊 橙色啊 就是服务业跟金融业 是不是差不多 可是还有这个 这个行业好像2009年上是上升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是上升 所以我们应该是看一下 就是说这两个行业是不是下降了 也就是资讯业跟什么 资讯业还有跟这个制造业是不是下降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件事情 你就应该可能要写下来 对不对 这样会做一个分析吗 好 所以我现在我只很单纯的把这个产业别勾选 勾选它会放在这边 然后你再把这个产业别放到蓝位这个位置 然后你去看一看 应该看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